国立交通大学电子实验ADRENO 这部分所要讲解的为七段显示器 Push Button与相关控制电路的介绍 七段显示器为常用显示数字的电子元件 因为借由七个发光二极体以不同组合来显示数字 所以称为七段显示器 通常还会在右下角有第八个点 七段显示器分为供阳极及供阴极 供阳极的七段显示器的正极为八个发光二极体的共有正极 其他接点为独立发光二极体的负极 使用者只需把正极接电 不同的负极接地就能控制七段显示器显示不同的数字 供阴极的七段显示器与供阳极的只是接驳方法相反而已 为了避免七段显示器的发光二极体因为电流过大而烧毁 我们通常会对每一颗发光二极体接上一个线流电阻 在这边我们所使用的线流电阻值为220欧姆 这边所要介绍的是Push Button和相关应用电路 Push Button如图所示 当你将按钮压下去时 两端的接点就会连起来 放开时两端集呈现段路 接下来要探讨输入电路的控制 数位电路的输入若是伏接 则它有可能会是随机的高电位或是低电位 就会造成电路结果出错 因此我们一定要给予明确的高电位或低电位 我们会使用Pull High,Pull Low,Resistor 来使输出再明确的逻辑位置 在Pull High电阻所连接的导线上 如果Push Button未压下去 Pull High电阻会微弱地将输入电压讯号拉高至5V电压 或者是说,对输入端来说,外部看上去就是高阻抗的 因此通过上拉电阻可以将输入端的电压拉高到高电位 如果Push Button压下去 输入端会直接接地变为0V EK欧姆电阻的两端则会有5V电压差 利用这样的电路阻态 Pull High电阻可以使引脚即使在未连接外部元件的时候 也能保持确定的逻辑电位 同样的,一个Pull Low电阻也以类似的方式工作 不过是与地连接 当Push Button未压下去时输入端保持在0V Push Button压下去时输入端会直接接到5V电压 利用此方式 即使没有外部元件连接在其所在的引脚上 Pull Low电阻仍可以使逻辑讯号保持在接近0V的状态 请务必使用这边所介绍的两种电路形态 来让你的Adreno的输出脚位在明确的输出位置 以避免不必要的错误